新竹縣政府消防局光明分隊 14號清晨接獲一場救護案件 趕到現場時 患者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情況緊急 當下除了立即施行CPR 也發現患者是屬於需要 立即電擊的VF心率 在經過11次電擊之後 男子也終於恢復第一下脈搏 救護車到達現場後 該名患者為男性31歲 躺在家中三樓的床上 呈現有張口呼吸的情況 經過我們的確認之後 該名患者為無意識 無呼吸 無脈搏的情況 立即給予患者施行CPR之後 貼上AED貼片 經由機器判讀為可電擊心率 我們立即給予患者做去站電擊 後續在搬運的途中 陸陸續將患者有去站約11次 該名患者在搬運的過程中 上了救護車之後 恢復了自主呼吸 也有脈搏的情況 針對電擊11次的部分 因為患者的家裡面搬運比較困難 躺體比較狹窄 那為了要維持高品質的CPR 我們兩分鐘會進行一次分析 看患者是否需要去站 那我們有配合LUCAS 也就是俗稱的心肺附屬機機 新發的自動給氣機 那在搬運的過程中兩分鐘一到五 就會進行評估看是否需要電擊 那前前後後在搬運的過程中 總共電擊的約11次 那在上車的時候 患者有恢復意識 意識改變我們有重新評估 然後再持續後衝到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分院 急救成功後患者在救護車上 已經能自行將人工呼吸道移除 到院後也恢復意識能正常對話 這次出勤的救護人員黃浩斌與黃智化 工作年資十年 兩人都表示 這是第一次遇到需要電擊 這麼多次的患者 還好最後成功將男子 從鬼門關前拉回來 開破新竹簡舒淇 採訪報導 這次推達至 利用後閃避 火力政策 在第四次推達至 利用就可以… 好